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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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叫这个鸡石 疼是因为他看起来好像鸡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雨翔 我上一次发现了你们对广东的美食 特别特别感兴趣 我们前几个视频拍了 好多广东的美食 你们认为在前几个视频里面 哪一个是你们觉得最好吃的呢 你们可以让我在弹幕里面知道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去哪呢 各位 我们今天去哪呢 我们吃什么呢 阿丽 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今天吃个蘸酱的粉皮 你吃过了没有 没有吃过吗 蘸酱的粉皮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尝试一下 蘸酱的粉皮 你们听过了没有 我是没有听过 但是前一周 有个朋友 他是蘸酱人 顺便说一下 蘸酱是一个 广东特别特别难辨的一个地方 我们今天就试一下 他们那个蘸酱的粉皮 我没有吃过蘸酱的美食 我没有听过粉皮 就是它是大米做原材料 磨成那个皮 有点像肠粉 但是也不是 有点像河粉 但是也不是 我觉得中国的美食太多了 我们直接去尝试一下 Let's go 我们到了 哈哈 这边真的是一个非一场非常结尼气的一个地方 应该是芝加店 是说一勺 秋彩油 十粒粉皮箱 应该是这样 从1991年有了 乐器特色 对 你好 然后这边可以下单吗 可以 你们这边的特色是什么呢 这是粉皮 乐器有粉皮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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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招牌卖完了 都没有粉皮 对 粉皮啊 嗯 这有点可惜啊 嗯 我们可能说明天早上要再一次过来 这边粉皮 现在我们看一下时间 2点半 粉皮就已经没有 然后他说这个店是早上7点半开 那我们明天早上7点半再一次过来 哈哈哈 OK 早上好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7点55 是不是有一个人不想我们吃那个蘸酱的特色 我一起来 即便下暴雨 我还在想到底怎么过去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个我们怎么过去呢 像吃到蘸酱的特色到底多难 1 要早上7点多起糖 2 还下雨 好 太难了 我觉得为了这个effort 你们都要给我一个点赞 为什么突然有多少钱 终于第二次到了这个店 它是普通的周一早上 人山人海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特别期待 我跟你们讲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这个 蘸酱的粉皮 我没有吃过 另外一个是 叫西斯腾 它是一个甜皮 最美 你就是感觉有点重要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这个是一个烙粉 好像里面还有牛肉碗 然后当然鱼皮 我觉得很神奇 连鱼皮都能吃 然后到最后这个艾鱼 粉皮啊 它很香 我是觉得如果是粉皮的话 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但是它的那个姜 特别特别香 这是什么姜呢 韭菜 怎么会那么香 首先 我以为它是热的 它不是 它是冷的 粉皮居然是冷的 好好吃 如果你们吃过这边广东美食的那种 猪肠粉 米粉 它是类似 就是这种大米的味道 但是更薄一点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看它多薄 我们刚才这边等到那个粉皮的时候 就里面有两个人吃了三盘粉皮 这为什么呢 这个早上非常适合 蘸酱这边的粉皮有点像 我们德国的那种燕麦片 我们德国早上是怎么吃燕麦片 他们这边就这么吃粉皮 非常适合 感觉这个什么都可以加 他们这边加了韭菜油 那你加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牛奶 巧克力 果酱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吃过贵的米粉 我们吃过螺蛳粉 我们吃过肠粉 筑肠粉都吃过 都是大米弄出来的 但这个果然每个地方的特色真的不一样 你们没有吃过粉皮的话 绝对错过了一个事情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尝试一下它的捞粉 我觉得捞粉的话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粉 然后里面放一些牛肉碗 然后一盐汤 但是都是感觉很清淡的样子 哇好喜欢清淡的东西 特别是早上的时候 我们先尝试一下它那个汤 它加了黑胡椒 我很喜欢 你们看一下 这种清淡的汤 我的天哪 太好喝了 老粉 我刚才本来不想起床 现在吃到这个突然觉得很幸福 这就是老粉 就是嘴巴里面的感觉 就有点跟那个粉皮一样 薄薄的 完美 吃一下那个牛肉碗 这就是牛肉碗 我对牛肉碗其实挺讲究的 有一些牛肉碗我真的吃不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不好 它太软了 或者太硬了 或者里面味道有点腥什么的 很有可能都会发生 我看一下这个 它是那种硬的 它的口感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我给它一个5分吧 对不起 不是我的口感 我来自家店 可能会因为这个粉皮过来 而不是因为这个牛肉碗 汤 四倍 清爽 老粉 好吃 我们直接尝试一下 我一直都在避开这个 我有点不想吃这个鱼皮 我想问一下 你吃鱼 我能理解 但你不吃那个鱼 你只吃它的鱼皮 还把这个做成一个特色 有创业 它是没有鱼的味道 它只是有香菜的味道 然后有点辣的味道 因为放了 好奇怪 各位 你们吃过鱼皮吗 好像它这边也加了一点韭菜油吧 但如果你知道你吃鱼皮的话 然后它那种一条一条的在上面 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鱼的那个条纹 它那个纹理还在上面 而且它很辣 它加那个韭菜油 还要加了很多辣椒 对我来说很辣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没有煮熟的地瓜 或者红薯粉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它的艾尔饼 看起来好像外面也是糯米做的吧 热的 这有点让我想起我们上一次吃的那个茶果 这闻起来也是糯米 然后有点甜甜的感觉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艾尔饼里面 有放黑色的芝麻 黑色的芝麻加点白糖 OK 很好 我们得到 我宁愿会选择每一个早上 吃这种糯米做的绿色的饺子 然后里面放东西 如果你然后对比的话 然后觉得这个好吃 还有一个包子好吃 绝对是这个好吃 艾尔饼 你真的很好 你好好吃 但是如果里面有豆沙的话 会更好吃 OK 我们现在尝试一下 他们说的是一个甜品 叫鸡屎藤 鸡屎藤 鸡屎藤为西草科鸡屎藤 数多年生草制藤本植物 然后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鸡屎藤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一粒一粒的 它应该是鸡屎藤做出来的 然后鸡屎藤应该是一个植物吧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它叫这个鸡屎藤 是因为它看起来好像鸡 你们懂的 重要的味道 热的 Oh my god 如果甜度满分是十分 它绝对是十二点五分 甜的不得了 没有吃过那么甜的东西 我说实话 纯粹只喝这个汤 我都接受不了 而且我可以一天吃好多个市里架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这个比市里架还更甜 你们懂吗 我的天哪 但是它里面那个鸡屎藤是真的一个很 很别致的一个东西 它有点像果冻一样 但是没有这种果冻的味道 黄油的那种感觉 我说实话 这样的一个甜品 我觉得不是到处都可以买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我在中国都已经快九年了 没有吃过这个 也没有听过鸡屎藤 你们听过鸡屎藤吗 你可以让我在弹幕里面知道一下 除了蘸酱之外 可能中国其他地方也在用这个做 我很想知道 我这边所有东西都吃饭了 我们总共花了差不多四十多块钱 四十二块钱 这矮油饼是五块钱 鸡屎藤六块钱 然后那个粉皮六块钱 鱼皮十二块钱左右 然后那个老粉十五块钱左右 我觉得还好说实话 它这边主要的是做那个粉皮 因为这个粉皮有名 一份粉皮六块钱 加上去一个矮油饼五块钱 十一块钱加上去一个这个 总共花一个十七块钱 你早上花十七块钱 吃那么丰富的一个早餐 也一点都不腻 我现在吃完了之后 感觉还是挺活跃的 在德国开一家店 拿那个粉皮 拿巧克力酱 绝对一份六块钱欧元 可以卖出去 我跟你们讲 我们真的在德国要开店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说不定收藏 如果您自己也吃过 这样的特色的话 你们让我知道一下 OK That's it for today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聊聊聊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